《無煙天聲音計劃》 今天很高興能夠出席《無煙天聲音計劃》 看到很多精力充沛的學生都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是很開心的 過程中看到他們有不同的活動去參與 也都學習 也有很多討論分享 我覺得是很重要 因為年輕人是我們社會未來的同僚 其實對他們來說 作為一個《無煙大使》 他們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次透過歷期大家可以有些工作 或者透過團隊的訓練 大家可以學習到不同的知識之外 可以培訓到他們搞活動的能力和技巧 今次我來到《無煙天聲音》大本營之後 我就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我會跟他們組隊 會玩遊戲 了解更多的無煙知識 還有會和同學有更深入的交流 讓我可以知道 然後堅持一些最新的消息 還有他們有什麼更深的和學 最大的得著就是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識到更多跟別人溝通的技巧 例如跟老師 跟學校方面都要溝通更多 而就算在籌辦校外活動的時候 都要跟其他人溝通 跟著籌辦校外活動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變數 我們就要隨機應變 就處理那些狀況 那天我們參加了這個《無煙天日》 去了一個講座和工作坊 在這個講座裡面 我們就學懂了很多關於 煙草的和害 和一些香港現在實施的控煙條例 我們學懂了煙草的和害之後 就令到我們更容易勸嫁吸煙者去駕煙 我們也學懂了香港的一些駕煙服務 例如駕煙熱線133、183 我們在勸它們駕煙的時候 也可以為它們提供一些服務 或者令它們知道怎樣去尋找一些援助 參加了這個計劃之後 我就發現了其實三瘦煙 就是一些吃完煙之後 在無論是煙物上面 或者是傢俱、牆壁上面 還有一些煙草的殘留物 它都會對人體造成一些傷害 例如引致癌症、肺癌 我覺得今天的日記錄 令我這個時間分配做得好了 還有我認識了更多的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和時間分配 我覺得導師的幫助真的挺大 因為導師可以給我們支持 告訴我們這條路是對的 這條路是錯的 我們不會在錯路不停走來走去 今年已經是我第二年 參加無影天使電影計劃 在往年和今年 都認識到不同的同學 一起學習不同關於控煙的知識 雖然一開始 跟第二組的同學 可能不太相識 但在大家一起進行了扎作 以及在玩水戰之後 其實彼此都熟悉了不少 本來可能只是處於學校的社交圈 就可以擴展到香港不同地區的同學 都可以認識到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水球活動 我們和我們的隊員都齊心協力 搭建了羅馬炮架 其實過程都挺辛苦 不過因為有隊員的幫助 我們都知道團結 都令我們做事都快了 然後簡單了 其實過程都很開心 而且當我們比賽進行的時候 當我們自己的氣球 打到對面的氣球 或者人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開心 這次我都理解到 團結合作有多不重要 不會食煙 因為食煙令身體真的不健康 我都會把今天這個活動 告訴我朋友或者家人 我覺得他們都要有機會 學習或者玩一些活動 我想同學的創意 和他們想很多的方法 都是很執行到 亦都很配合到我們無煙香港的政策 特別有一些都提到 用一些社交媒體 用一些創意 互動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很好 特別現在我們要推廣一些 不同的政策 實現無煙香港 是需要不同的點子 需要不同的持份者 特別是年輕人的參與 因為透過不同人的參與 大家一起 每個人做一些 大家每人共建一些 其實這個才能夠集合不同的力量 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煙香港 我們要來看有所謂的方向 歐欣々建制定計劃 對 非常頂張 好 對 我們要做出這麼長的日子 更大家看一看